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然后就看到这个牵手牵眼的演出 哇 我心里很感动很感动 因为我觉得我对演员们的真善美 那种专业情怀 我是觉得哎呦我真的再美不过了 所以呢当下那个晚上我就跟书记约定了 我就说明年我们一定要邀请这些可爱可敬的演员们 来到香港还有珠海大湾区演出 那今天呢我的梦想 陈珍呢也这个呢 也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啊 敦煌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汇报 其壁画雕塑和音乐舞蹈都极具艺术价值 是举世文明的文化遗产 透过牵手牵眼的表演 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 推动了香港与内地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 今天的演出还有明天我们在理工大学的演出 我觉得希望可以让我们的香港的民众能够感受到我们团结一致 无论是在香港我们本来是说粤语的广东话的朋友 还有我们说普通话的朋友 其实我们都是中国人同心协力的推广文化 我们在中国的民众中心协力的推广文化 我想在座的朋友们都看过我们的舞蹈牵手观音 我想牵手观音表演到现在已经24年了 为什么一直能够在这里表演 牵手观音是我们的中华文化有着很深的历史意义 我们有幸和敦煌的牵手牵眼相遇了 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 我们有幸承担了牵手牵眼的这个舞剧 从不同的方式 音乐 舞蹈 舞美 各个方面 表现了妙善如何去救赴的故事 作为演员 我自己感觉我们有幸能够承担起 这个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 同时呢我们能够感受到 中国文化的力量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自信 同时呢我们又感受到了 我们身边充满了爱给我们的力量 带来了很多的温暖 是爱让我们走到了现在 走到了今天 是爱让我们成为了我们的梦想 让我们成就了我们今天 来到香港香港给予我们很多的机会 我们共同去努力 我想明天的演出一定会会辜负大家的希望 我和我的伙伴们都很开心 又来到了香港见到大家 我和在座的很多伙伴们都一样 都是从小呢被命运按下的静音键 从此呢我们对美妙的声音无缘 然后与无声相伴 大家都肯定很好奇 因为我听不见 怎么能够和音乐能够完美的展示 结合在一起能够跳出动人的舞蹈来呢 我们从小呢对音乐的感知呢 是从咚咚的鼓声开始 鼓声就是我们律动课主要的节拍和节奏 通过木地板的传播呢能感受到我的节拍的强与弱 有的时候呢我们趴在音箱上面 通过音箱的喇叭上传播震动的感觉 我们知道了音乐的节拍强和弱 在排练舞蹈的过程中 我们常常的把舞蹈动作分解很多的节拍 通过手语指挥老师 体式配合舞蹈来完成动作作品 在十岁之前呢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舞蹈的梦想 但是家人就觉得 我听不见音乐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跳舞 是春晚的牵手观音点燃了我内心的梦想 我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学习舞蹈的 然后呢12岁开始 我就成为了中国残尖音乐团的一员 认识了好多来自四面八方的伙伴朋友们 我们都有同一个梦想 来到这里 共同成长了17年 就像刚才团历华团长说的 是来自社会各界的人事关爱和关心 为我们搭建了这个舞台 让我们在梦想的舞台上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就是我们带来给大家看的牵手牵眼 这个作品呢是在我的梦的基础上 融合了世界文化敦煌壁画 墨高窟第三窟 为大家带来视觉的盛宴 希望大家呢 明天可以跟我们一起走进我们牵手牵眼 一起去弘扬中华的传统文化 一起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和特殊艺术的魅力 谢谢大家